Hello大家好我是Niki 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 看我今天有什么变化 没错 我变成了偏分 从今天开始 我准备变成一个协分的人 因为我发现我的中分 特别的嫌我的脸长 然后协分还稍微好一点 然后能追一下我的大长脸 而且我比较喜欢自己的这一面 所以就露出它来比较好 然后自己不太满意的这一面 就可以给做上 因为我两个脸真的差很多 你看这边就超级好看 这边就肿不垃圾的 就这边很好看 今天和今天的主题就是购物分享 我发现现在淘宝上的东西 真的是越做越好 就它的设计感特别的强 而且价格参差不齐 你可以从中选到 价格比较好的 然后东西也比较 优质的一些东西 今天的购物分享 不是说光是从淘宝上买的 但是大部分是我真的是 回来了10个月以来 我买的店铺里 我觉得真的这些店铺不错 就设计感不错 然后价格又适中 然后有几个店是非常想 推荐给大家的 刚好就给大家做一个 我的近期购物分享 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大购物了 就大出血了 然后最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就是可能有破财的倾向 就是一直很想买买买 其实说真的 功力我挺喜欢我今天化妆的 不是每天都能化妆化这么好 所以说就接着今天化妆化的好 然后又准备开始偏森以后 来给你们分享 今天妆为什么化的好 因为不是我化的 我去拍了那个古装写真 如果你们看了我的ins 和我的snapchat的话 都会知道 我去拍了一个古装写真集 我觉得那个真的很值得 很值得女人一辈子去拍一次 因为还挺特别的 就跟现代的写真集不太一样 因为古装的话你完全就是 回归到古时候的那个感觉 而且他的头发呀 发饰呀 还有他化妆师 都要相对比那个 现代的写真 的化妆师要专业非常多 他们基本上都是从 就是那种专门给 跟剧组拍摄的化妆师 的培训学校里培训出来 但是他们不想就是 天天去跑这样 所以他们才会选择 去做这种古装 拍摄写真 今天会分享比较多的 跟我分享就是衣服 因为我真的很久没有买衣服了 然后最近买了点衣服 就特别兴奋 特别想令人分享 今天的衣服就是我的第一个分享 我最近迷上了 七八十年代的复古风 是法式复古风 然后这一家呢 就是有很多复古的裙子 是我朋友推荐给我 当时我看完以后 我超喜欢这个绿色的裙子 你看就是显得很显腰身 然后又修饰了胳膊这一块 而且又小性感的V字脸 但这V字脸 我觉得它V的有点太大了 所以说我给稍微缝了一点 就不会走光 然后它那顶下的裙摆 给你们看一下 就等于说它就是这一个地方 腰部这一个地方 有一个就是锁定的地方 其他地方全部都是开的 所以你一坐下来就会走光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是裙子还是上衣 但反正我就给它这缝了一点 缝到就是它不会走光 所以这个裙子就是挺好看的 但是为什么设计成这样的设计 设计上版型上有问题 这个短裤我特别喜欢 就是这个标 然后还有它这个长短 都特别合适 然后就是特别的日常 我很喜欢 但我试穿的时候 我发现我号蛮小 就是这个尺寸 就是他们家的拉索 也是版型有问题 就他们家的拉索 做的太短了 如果再长一点 开到臀部就好了 所以说它因为它没有开到臀部 所以说它穿起来 就是因为我胯比较大 我胯那很难过去 但我的腰是合适 所以就很尴尬 必须要换一个大号的 还挺可惜的吧 所以到时候得换一个 要不然我穿实在是太难穿 而且很日常很百搭 就why not 而且不是很贵 不到100块钱 就是他们家东西 我觉得性价比比较高 质量也不错 就来了以后 我看这绿的感觉不错 我第一次在他们家买东西 然后之后就是这个黄裙子 这个黄裙子我真的是太爱了 就是我买的是40号 这是我在HM的实体店买的 它当时没有38 也没有36了 所以说我试了下40了 就特别的显瘦 也是跟这个其实有点壮 但是他们俩风格不一样 这就相对俏皮一点 然后它就是这个设计 也特别的有意思 就是它是这么一个群 群百叠是那种波浪型的 就是有点小可爱 性感加可爱 能融合在一起 而且就是特别的亮眼 因为它的颜色 我特别喜欢 如果你们在HM能看到的话 一定要去试一试看看 你们喜不喜欢 你们会在我分享爱用品的视频里 看到我穿这个裙子 对 就特别爱 然后在这块 这块就是特别显瘦 因为它这块也是这种缩腰的 然后底下下摆的 而且有这种摆折裙的裙子 一般都不会太嫌你腿粗 因为我大腿是我的一个壁端 就我大腿相对来说挺粗的 所以我买衣服 尽量都会买那种 有修饰大腿缺陷的衣服 之后就是在HOLYSTAR的实体店 买的几样东西 一个是这个 它也是打折的 它是一个连体的短裤 我就觉得特别夏天 然后特别舒服 它是一衣子肩的 当时我试的时候 一下我就特别爱 但它有一个问题 我担心它走光 因为它真的如果 就是这个衣子肩 它一往上一跑 那底下就整个都顿起来了 你知道吧 就你的内衣都会暴露无遗 就你的内裤都会暴露无遗 我觉得就是我买回来才发现这个缺点的 所以也没办法 但是我又挺喜欢的 所以穿的时候可能就得注意一点 经常往下拉一点 可能我号蛮小了 之后我就是买了一个HOLYSTAR他们家的 就这种有点像运动短裤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种短裤 而且我特别喜欢他们家这个镖嘛 然后刚好又赶上打折 所以就赶紧入了以后 就又舒服又好看 然后又有点小性感 然后又穿着 就是特别的casual 特别的日常 就你什么时候想穿它 拎起来就可以走 这样 之后呢 就是因为8月份是 狮子月嘛 然后我给我朋友买了一个生日礼物 给他买了一个衬衫 对我发小 刚好赶上了 那就只能给他买了 这个他们家 真的HOLYSTAR他们家的衬衫 我还是挺喜欢的 因为他们家的衬衫是那种休闲衬衫 所以男生穿的话 我觉得还蛮好的 就是你平常日子也可以穿 你工作也可以穿 就使用率会比较高 而且它的料子非常舒服 也是那种人造明的料子 而且透气性很好 所以说就WINOTS 很适合就是25、6岁的青年男子 所以我觉得给他当生日礼物挺合适的 希望他喜欢吧 好这就是我所有衣服的部分 然后之后呢 我就要分享首饰了 我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首饰店 就淘宝上的一个首饰店 叫Miss Diva 我会在这打出来 我现在耳朵上戴的 就是他们家的 也是刚到的 就是为什么喜欢它 是因为他们家的设计很显质感 就是你看就一点不廉价 但是它的价格又很便宜 我这个耳环好像才40块钱 40块钱都不到 你看它 它就左右是那种不对称的 我就觉得特别的好看 稍微有点不对称 这边是三角 这边是树 最主要是它的价格太便宜 虽然说首饰没有什么推荐的 就是推荐的意义 因为大家人者见人智者见智 但是我觉得这种性价比这么高的店 一定要大力的推广出去 就又便宜又好东西 谁不喜欢 就它来了的质量 让你觉得说 物有所值 你知道吗 我都觉得我给它给少钱的那种感觉 我买他们家第一副耳环 是这副 是当时双11的时候 打折的时候 我抢到的 我就一直很喜欢 就是它就是特别配 你们应该在我很多的视频里 看着我戴这个首饰 然后它很有设计感 就不知道他们家设计师是谁 然后之后呢 这回呢 我还又进了这个 这是我双11的时候想买 但是就是已经被人抢完的 特别精致 我很喜欢红色 然后又很喜欢这种红色 枣红色 就刚好他们家就有 很少有碰到红色的视频 是我特别喜欢的 因为红色是我的最爱 所以我对红色非常的挑剔 这个我觉得就是 更加的有女人味 然后更加的日常 会给你的衣服起到点睛 整个搭配起来 一个点睛之笔的作用 你们敢想象这个质感 看这个质感 是30多块钱的质感吗 去那个店看看吧 总会找到你喜欢的一款首饰 不为别的 就为它又便宜又好 我有很多买首饰的淘宝店 但只有这家我是觉得 就是它的设计 很有自己的思想 就很有自己的情趣在里面 然后价格又很工档这样 之后呢 我又我还买了面膜 他们家面膜当时也是我在 我在河马双鲜买的 他当时在做活动 两盒138这样 然后我就买了 我用的是这补水的 因为这个是美白的 我目前的位置并不是很想美白 他们家这款就是 面膜纸相对比较薄 然后水分很饱满 就是它的面膜纸上 就摸起来 虽然是纸状 但是你敷在脸上 就有一种 敷了一个果冻膜的那种感觉 而且精华就是特别容易吸收 也不会黏黏绿绿 就很舒服 所以就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是大家常用的那几款 我还蛮喜欢的 对 好了 那今天呢 就是我所有的爱用品分享了 那好 那谢谢你们这次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吧 记得关注我的ins YouTube Snapchat WeChat 还有这么多 还有哔哩哔哩哩 好多可以关注的 还有小红书 那好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